现在低头组越来越多了 民众对于手机行动上网品质也很要求 结果有民众就向中天新闻台投诉 说他在师大夜市跟师大宿舍里 用手机行动上网却常常被断线 他跟客服人员反应却只得到了上网人数太多 等一下就好的回应让他实在很生气 因为他用的是网络吃到宝方案 如果这样的经常被断线 对他来说实在也很不方便 一撞就告到了消机会 说想要解约 不过现在双方调解破局 来到师大陆第一个印象可能是师大夜市 但如果在夜市里人潮一多 你的手机三驱网络却怎么样也连不上 想APP想找美食地图都好困难 这下子一定气炸了 有民众就直接跟消机会申诉 现在我在宿舍就有时候就晚上就突然不能上网 然后就是完全就是连让上网 然后就可能维持就是半个小时 那几乎就是每天晚上可能11点多的时候就会突然这样 那在其他地方也是不定时会 强调明明就是吃到宝蛋就算网络连上了 还是有可能被电信公司强迫断线 而且不止夜市 连在宿舍也有相同状况 实际走一走 这一区状况真的是这样吗 有民众投诉在宿大夜市这边手机三驱上网 吃到宝常常都会收不到讯号 是不是这样我们赶快来测试一下 测试结果想在宿大夜市连上行动网络 从开启连线到成功开启 大概只要10秒钟 看起来是挺顺畅 但面对不定时被断线 人潮一多就连不上 电信业者态度低调 只强调会派人到宿大夜市再测试 避免被民众投诉 广告宣称手机上网吃到饱 实际上却看得到吃不到 专闯王陈伟陈范威 台北采访报道